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我是Alex 先前Canon R5 更新的frameware是1.5.0 之前我都試過拍到很多不同的題材 例如去過藍身圍拍一些飛鳥 大隻一些的 亦都試過拍一些翠鳥插水等等 我發覺對焦都改良很多 其實R5和R6的對焦 主要就像R3那樣 R3就有一個汽車的對焦 R5和R6都加了這個汽車對焦 當然我們拍攝鳥來講 這個R3的汽車對焦影響不大 另外有些眼部對焦都改善了 我們拍攝鳥 雖然它沒有說著鳥方面有改善 但是我們一邊試用的時候 發覺好像好了很多 最主要就是脫焦 因為R5平時我自己覺得脫焦的機會 比較多些 尤其是影響小鳥追緊 突然一亂一亂它就會脫掉 會走了焦 現在發覺它的焦點咬不少 好很多 先前我拍照 今次我在這裡拍也希望拍追焦的情況 給大家看看改善在哪裏 當然實際上拿機才知道對焦 咬得緊不緊好不好 因為我們感受最重要 例如鏡頭一轉到去 多久追到焦呢 追到焦呢 我們的感受會深一點 如果大家看片 都會領略一點 起碼有個作為參考 會錄影給大家看 首先我關了相機 做全畫面的追焦 tracking 這個1.5.0的framewayupdate 我試了好多個不同的場合拍攝 有不同的料理 給我的感受就是R5的追焦 完全脫胎換骨 好似今次的情況 追焦的時候 如果背後有些複雜的背景 有時是遊艇或者流雨等等 以往都很容易脫焦 但今次追焦咬得非常之實 去到背景比較花比較雜亂的時候 脫焦的情況都大大減少 而以往因為脫焦脫得比較多 所以拍攝這類題材 我多數都會戴過R4-1 每支600mm四光音鏡頭 而今次再用它來拍攝 就發覺分別很大 追焦真是咬得好殺 而脫焦的情況真是少了很多 除了604這支鏡頭 我亦都試過RF100-500 駁上R5 追焦方面都是大有改善 如果大家未update 就快點趕快更update 另外一件事大家要留意 在我帶班外影的時候 有同學跟我說 去到R5 update frameware之後 接上了鏡頭 這支鏡頭很奇怪 觸摸一下觸摸一下 不知什麼事 我去看看 我初初以為 就是防手震方面有問題 關了之後 對焦方面仍然是觸摸一下觸摸 後來發現 原來是鏡頭和某個機身 就不太合適 相信要等一段時間 Sigma 出現鏡頭的新update frameware 才可以改善這個問題 暫時來說 這個Sigma 鏡頭 再配上 Canon R5 對焦方面非常有問題 基本上都不可行 如果大家在用副廠鏡 就要想一想 究竟R5 會否更新的畫面 我展覽了不少R5 配上604的追焦效果 大家馬上看看 R5的追焦表現 R5的追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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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多谢各位